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 摩西在安定忙碌的生活当中 神向他显现 神呼召他 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 那当 Moisés持有一个平坦的生活 神叫他 神借着一个奇特的情景 来向摩西显现 神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来向摩西显现 用很伟大的方式 让摩西有信心 但是神却在燃烧的荆棘中 向他显现 从表面上我们可以来看到说 这个神真的是 真的是很伟大 很爱我们的神 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在看百姓受苦 百姓在受苦 神要让他们知道 我也跟你们一起在受苦 你们生活在充满着荆棘 充满着燃烧的火的这种痛苦当中 当我们人生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的人生充满着荆棘 当我们在痛苦当中 我们常常想到 好像火在烤的那种燃受 神跟百姓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在受苦 神不是只是我们的主人 神不是一个第三者在那边观看 神是跟我们同在 跟我们一起来经历 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神出声音对摩西说话 这是一个本来应该很熟悉 却是很陌生的声音 神要摩西成为 以色列人的救赎者 这是摩西降生的目的 这是摩西他的生命 被保守 被保存下来的目的 虽然已经经过了八十年 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的计划 摩西已经忘记了他是谁 他觉得他只是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展望的一个老人 在埃及地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也早已经忘记了摩西这一个人 但是神没有忘记摩西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11节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 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摩西直觉的反应说我是谁 他已经忘记了 他是神所特别简险的 他已经忘记了 他为什么能够存佛下来 他觉得我是谁 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 他只专注于他眼前的困难 神对他讲的话 他好像没有听见 第十节 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这是神对他说的话 神说我使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神并没有说 你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神是说我使你可以 但是摩西他没有听见 好像没有听见神这样说 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应息 因为我们常常也跟摩西 因为摩西一样只专注于我们眼前的困难 因为我们像摩西 我们只能够阻止于我们眼前的困难 所以摩西他就忽略了神所要托付给他的工作 所以摩西他就忽略了神所要托付给他的工作 他不是一次啊 而是一次、两次、三次 请看《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 神说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 摩西便跑开 第四节 神对摩西说伸出手来 拿住他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 人变为脏 第五节 如此好叫他们信 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伊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向你显现了 这个摩西还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顾虑、考虑 他想到说带领百姓 百姓会听我吗 一个已经离开他们四十年的人 一个很平凡的八十岁的牧羊人 这么多的百姓 他们愿意服从我的带领吗 在这里 神就向他问一个问题 说你手你是什么 我们早上就一起来思想 神对摩西所提的这个问题 第二节 我们再看第二节 四章第二节 神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祂说是账 神的问题 非常的简单 摩西一直在想明天 明天 他没有把握 神所要他去做的事情 他觉得很困难 摩西想到明天 明天是充满着害怕 神这一个简单的问题 要把摩西从明天 拉回来现在 我们也常常为着明天 有很多的担忧 但是神常常要我们 回到很真实的现在 但是这是人性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人总是为明天在怀恼 在忧利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不用为明天做计划 圣经是告诉我们 不用为明天去忧利 去烦恼 但是人是很奇怪的 在计划当中 我们就一直为明天来想 在一直想的过程里头 想就变成 忧利 环朗 所以在希腊文里头 这个忧利跟想同一个字根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你不要想太多 真的 想到后来 变成忧利 那基督徒的宝贵在哪里 基督徒是有计划 但是没有优利 因为神要我们 好好地去面对真实的今天 虽然为明天去做计划 但是把明天来交托给神 那旧约时代的人 有这样的软弱 新约时代的人 同样有这样的软弱 所以我们看到 能看到人性是一样的 能看到人性是一样的 文化可以不一样 人性是一样的 所以罪人就是罪人 在中国是罪人 在阿根廷的人也是罪人 中国人需要神的救恩 阿根廷的人也需要神的救恩 虽然文化不一样 但是人性一样 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 都是罪人 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看马太福音六章 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神给摩西的任务 真的是非常的管重 但是神要摩西啊 你回到真实的现在 我们人总是这样子 被明天还没有到的明天 来困扰着我们 尤其当我们想到明天 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还没有到明天 我们已经觉得很有压力 还没有到明天 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的沮丧 还没有到明天 我们已经觉得说 我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我们忧虑着 我能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吗 我们忧虑着 我的病情会好转吗 我们忧虑着 我能够看到 我的孩子成长 成长吗 我们忧虑着 这件事情 我能够完成吗 我们忧虑着 我们忧虑着 这件事情 我能够完成吗 我们忧虑着 这些款项 我有办法去付清吗 摩西 为着 喜喜多多 明天的事情 在忧虑着 对摩西来讲 他真的是没有把握 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都是一样的 明天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所以神问他一个 现在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神问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这是一个摩西 他没有办法再推迟的一个 简单的问题 所以神要摩西 面对着现在 现在你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常常把我们自己 拉回来 现在 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来忧虑 我们为我们的家庭 来忧虑 神也在问我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手里是什么 你现在能够做什么 你现在能够做什么 有一个姐妹 她曾经在一个家庭里头 当管家 这个当保姆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 女主人都是医生 一个是妇产科医生 一个是妇产科医生 一个是外科医生 所以这对夫妇 他们总是随时 有可能医院叫他们 他们就要到医院去 所以这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些 有一个管家帮佣来帮他们 这个整理家庭 整理这个家 而且照顾小孩 那这个姐妹她发现说 这个家庭的小孩子还很小 差不多两三岁 真的是 这个有点可怜 很好的房子 很有成就的父母亲 但是这个孩子没有爱 不是说父母亲不爱他 父母亲如果不爱他 怎么会专门请一个管家来照顾他 但是这么小小的孩子 他不会表达 但是他已经 他不会讲没有办法讲 但是他已经表达出 我需要父母的爱 我们这个姐妹说 有时候她在忙着家事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女孩抱着她的大腿 我们的姐妹说 阿姨现在在忙 让你抱一下就好 你手要松开 你乖乖阿姨现在忙 等一下再抱抱你 那这个小女孩就觉得很满足 所以她感受到说 这小女孩在生活当中没有爱 那是因此这妹妹 感觉她失望她的小女孩 她实在也发现说 这个父母亲或许因为有管家 所以根本几乎就没有抱抱小孩 摸摸小孩 总是觉得说 我很忙 觉得说 已经有请人 专门来照顾这个小孩 其实 把小孩抱一下 牵一下 讲几句话 这个其实只是棘手之牢 今天有时候我们对儿女 其实也是这样子 我们为他们的将来 我们实在是烦恼 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打算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现在你就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现在能够做的 这个小小的事情 是更重要的 有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家庭 有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美满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操劳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家庭 但是神要问我们说 你手里是什么 不要只是为了将来在那边 在那边环绕着甚至努力的 努力着 现在能够为家庭做什么 神要我们的就是这样子 面对现在 现在能够为家庭来做什么 既然我们信了主耶稣 我们当然也对我们个人的信仰 我们的灵性 非常的关心 非常的在意 对将来做一些计划是好的 但是主耶稣要我们 更是看看现在 我能够做什么 现在我的信仰还缺少什么 不用等到明天 现在就做一些事情吧 教会就是我们的大家庭 我们都爱教会 我们都希望教会兴旺 不要只是为 总是在为明天 为明年 去做 去 做一些 环绕或者要求 主耶稣说 你手里有什么 就是现在 你看到教会 有什么需要 那你能够做什么 就去做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 问摩西 这个简单的问题 那这也是一个 很特别 很奇怪的问题 因为神已经看着摩西 神已经知道摩西手里是什么 因为摩西是一个牧羊人 所以他手中就会有这一根 微不足道的牧羊杖 就好像摩西他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是很渺小的 昨天我们提到摩西牧羊的羊是谁的 是他业父的 是他业父的 所以摩西也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提醒他 你手里有什么 虽然是一根很普通的牧羊杖 但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计划 他自己的荣耀 他能够用这个不起眼的东西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十四章 读埃及记十四章十六节 十六节你几手向海伸脏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神仗摩西用这一根杖来行神机 神仗摩西伸脏使红海的海水分开 以色列人他们一谈到历史 他们会谈出埃及这一件事情 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 他们会也一定会提到 他们的祖先怎样的过红海 所以在整个旷野路上 摩西就是常常借着 手中的这一根杖 来行出神的全能 在那长途的里程当中 一个很简单很重要的事情 会切水 我们请看十七章 读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 主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第六节 我必在合列的盘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盘石 从盘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这根杖不是只有一次的作用 只要神吩咐摩西 摩西就用这一根杖 来行出神迹 行出神的全能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 我要有很多的准备装备 我才能够来为教会做一点点事情 每一次的讲习会 我们也都说 我们来装备自己 想想看我们经过了多少的讲习会 我们还是在装备自己 是的 我们需要装备自己 但是主耶稣也问我们 你手里是什么 就用现在的装备 就可以为神工作了 就用现在所有的 就可以被神来用 因为神是对摩西说 我使你能够做这个事情 神不是说因为你有这些装备 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不是在火定这些灵修会 讲习会 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迷失在这些讲习会 只是说我们不要迷失在这些讲习会里头 不要一直说我还没有装备好 这样说是在勉励我们自己 继续努力学习 这个是好的 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一种退缺 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一种退缩 过去在台湾 他也是大学毕业的这种教育程度 在美国有一个妹妹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在台湾那样子 有一个大家认为很理想的工作 他去接受了一些简单的信念 那就是做一些比较属于体力上面的工作 他到养老院里头去照顾病人 他并不是真正的父侍 那只是这个等于是助理 就是出体力的工作 但是他在帮助 那一般来讲东方人的女孩子 都是比较娇小 比较跟这个白人的女人比起来 那个体型是小一号 那照顾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 都不是东方人 但是他所做的是这种比较属于体力的工作 但是他所做的是这种比较属于体力的工作 所以对他来讲真的是有点吃力 但是靠着主的恩惠 他都能够升任 就是语文能力不够强 所以才必须要做这种工作 但是神也能够用他一点点的英文来传福音 他有机会就用那一点点的英文 跟病人交谈 如果大家谈得不错 他就说我帮你祷告好不好 祷告之后觉得很有帮助 我能不能请我们教会的传道 来跟你做见证 照说那是一个对他来讲不理想 应该不会很喜欢的工作 但是他想到说我现在能够做什么 这是我能够做的 就很高兴的去做 因为用很愉快的心情去做 所以也就不会不想到 为主耶稣来传福音 我每一次去跟这些病人讲话 一提到这个姐妹 她叫Amy 这病人都说 她是一个我们里头最nice的lady 最好 最nice 非常好的一个看护 这病人会说 我相信你们教会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教会 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姐妹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说 这个Amy是我们教会的人 一听说是Amy的教会的人 来这里探访 他们那个态度就不一样 神问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救主 对人的问话 想想看 你有什么能够来交给神 你就把他完全的交上来 摩西手中就是有那一根杖 所以神说你把他交上来 我们手里有什么 我们手里有时间 我们手里有我们的儿女 我们手里有神给我们的才能 我们手里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物质 我们愿意把什么来交出来 请看《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节 二十节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叫他们骑上迪 回埃及地去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这里这根杖 现在称为神的杖 我们也正愿意 我们的时间成为神的时间 我们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车子成为神的车子 我们的钱成为神的钱 因为如果是我的车子 那就是车子 如果是神的车子 有很多你不敢想象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这一根杖把它交出来 成为神的杖 神的成就就总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神的成就就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 我刚才所讲的那个Amy姐妹 英文的能力虽然很差 但是他愿意把他一点点的 这个英文能力交出来 有机会就用这个很有限的英文 来向人做见证 这个带了两个人来受洗 超过十个人得圣灵 所以这个真正的救主是主耶稣 就好像神对摩西说的 我使你能够将百姓带出来 那摩西只是交出一根手杖 相信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不是只有一根手杖 我们能够交出来的应该更多 所以我们所能够成就的事情 应该是更多 神愿意让我们跟祂的荣耀有分 所以一个简单的问题 问摩西也是问我们 摩西虽然离开人群四十年 他从看得见的这个台面退下来 现在他又要回到人群 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神让他在旷野四十年 也有他特别的用意跟目的 有时候我们是跟摩西一样 有满腔的热情 有时候神也让我们 好像突然间消失了 安静了 常常神是要让我们更有力量 神常常是要洁净我们 让我们更圣洁 让我们能够承担更重的工作 当然神不会让我们 像摩西这样子安静了四十年 因为很少人能够活一百二十岁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哇四十年太久了 我们一起摩打 阿们 我们休息十分钟 时间考虑 好的 10分